2023-2024赛季一甲女排联赛常规赛第四轮,朱婷所在的斯坎迪奇主场迎战卡萨尔马娇雷。 结果,斯坎迪奇以3比1立刻对手,斩获了本赛季第三场胜利。 朱婷在本场比赛18扣三篮,斩获21分,拿到了单场MVP。 单场20分以上令人欣喜,攻防两端都表现惊艳,朱婷仍值得期待。 年近30岁的年龄,长达两年多万伤的困扰,让朱婷这位世界第一主攻饱受外界质疑。 强攻能力下滑,体能适应不了国家队训练,球迷们对于朱婷能否重振雄风大多都是耻观望态度。 一甲联赛也是属于高水平的对抗了,与卡萨尔马娇雷这场比赛,朱婷拿到20分以上的分数,确实让人有些欣喜。 进攻端,39扣18中2失误,成功率达到46%,一传方面。 朱婷接了全队最多的26次一次,仅有一次失误,一传到位率为54%。 朱婷能够坐稳世界第一主攻,主要是他太全面了。 防守上被称为1米98的自由人,进攻失误率控制非常好,主攻中篮网朱婷也是非常出色的。 本场比赛,斯坎迪奇能够拿下胜利,主要是靠接应安特罗波娃和朱婷两个点。 不过,安特罗波娃的失误太多了,扣球成功率与朱婷不在一个档次。 另一位主攻贺博茨19扣2中2失误,两次发球得分,仅拿到4分。 朱婷斩获本场比赛的MVP,确实是实至名归。 状态复苏对于中国女排是巨大利好,张长宁有很大不确定性,王云露、吴梦杰各有短板。 朱婷在斯坎迪奇状态也是有起伏的,主要是两个方面的原因。 第一,球队今年在二船、主攻、自由人等位置有人员更换,整体磨合还不是很顺畅。 二船给朱婷的传球质量,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扣球成功率。 另外,朱婷万伤仍未痊愈,现在他的进攻也更多是打掉结合。 第二,对手强弱也是朱婷发挥好坏的一个重要因素。 之前对阵米兰,朱婷的表现就不是很令人满意,逼竟对手还是太强了。 安特罗波瓦并不具备像埃格努、博斯科维奇那样一锤定音的能力。 朱婷在一船和进攻上都有比较大的压力,二船奥杰年诺维奇与朱婷也没建立起太好的默契性。 不过,随着比赛的深入,朱婷能够拿到20分以上的得分,说明他的状态在复苏。 眼下,张长宁已经重返台超联赛,已经远离赛场长达两年的他,状态能够恢复到什么水平,还是个未知数。 王云露只能接一船,参与防守,进攻对阵欧美球队,基本上不下球。 吴梦杰有扣球高度,经验太稚嫩,下三路保障技术不太过关。 朱婷能够在一船,进攻,篮网上三个环节,表现都十分出色。 那对于中国女排来说,备战巴黎奥运会还是一个好消息。 特别是第四局,朱婷十扣九中,这个表现还是太惊人了。 亚洲球员在接近30岁的年纪,都会出现明显下滑,甚至到了这个阶段,大都选择了退役。 朱婷的身体素质还是十分出众的,除了万伤之外,他没有其他大的伤病。 在接下来的比赛中,希望他能保持如此良好的状态,有更多20加以上得分的场次吧。 球迷更为期盼的是,明年结束一甲联赛,朱婷能够早日回归中国女排。 大家如何看待朱婷拿下21分的表现? 是因为对手太弱了,还是朱婷正常发挥呢?